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菲 今日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款机器人导盲犬 这款机器人能够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导航 甚至能识别交通信号灯 为市长人士提供更大的自主生活空间 中国目前导盲犬严重短缺 这项技术可能成为解决方案之一 接下来我们转向台湾的消息 台湾高级安全官员警告称 中国可能会加强对支持台湾独立人士的拘留 以施压台湾新总统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中国利用国内立法 对台湾进行武器化压力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关注本月即将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将讨论芯片技术 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多个议题 尽管不太可能宣布重大政策变化 但会议将汇聚约400名政府官员 军事领导人 省级领导和学者 共同指导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 在上海 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种六族机器人导盲犬 希望帮助视障人士更独立的生活 这款机器人狗目前正在实地测试 能够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导航环境 包括识别、交通信号灯 这是传统导盲犬无法做到的 它的大小类似于英国斗牛犬 但稍微宽一些 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与视障操作员进行语音交流 并具备语音识别、路线规划 和交通信号灯识别功能 研究团队负责人高峰教授表示 六组设计使其行走平稳且稳定 像相机的三脚架一样 41岁的李飞和42岁的朱思斌夫妇 是帮助团队测试机器人的视障人士 李飞完全失明 朱思斌则只能看到一点点 通常使用拐杖出行 李飞表示 如果这种机器人导盲犬上市 至少可以解决他独自出行的一些问题 目前中国有近2000万盲人 但导盲犬仅有400多只 宠物和服务动物的概念相对较新 许多公共场所不欢迎传统导盲犬 高峰认为 机器人导盲犬的生产 可以像汽车一样大规模生产 变得更可负担 并满足全球数千万需要导盲犬的人的需求 Japan Times 台湾高级安全官员表示 中国可能会根据一项针对支持独立者的法律 拘留更多台湾人 以向新总统施压 北京最近加强了这项法律的执行 等同于将国内立法武器化 针对台湾 官员们在台北的简报会上表示 这是基于台湾国家安全机构的评估 而不是收集到的情报 近年来 已有15人被拘留 官员们补充说 台湾人在中国或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地方 可能被拘留 尽管这种情况尚未发生 任何拘留事件都会恶化两岸关系 Japan Times 中国共产党高层本月将聚集在北京 举行一年一度的重要政策会议 讨论从芯片技术到土地改革 以及国家最大税源的改革等问题 此次会议被称为三中全会 将有约400名政府高官、军方领导、省级官员和学者参加 旨在引导政治和经济方向 虽然预计不会有过去那种重大政策转向 但会议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Nicke Asia 俄罗斯与朝鲜关系的重启并非浪漫故事 而是一场基于现实的策略性合作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对武器供应的需求激增 朝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 2023年9月12日 金正恩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晤 参观了关键的军事和工业地点 这次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深化 最终在6月19日 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这一联盟在四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对其 国际平台的战略运用 通过军火贸易获得经济利益 以及劳工合作和经济汇款 尽管这次合作看起来像是一场安排好的婚姻 但它实际上是两位领导人理性计算的结果 意图在不越过各自红线的前提下 实现最大的利益 太平洋地区的新任外交官巴伦·瓦卡表示 如果中国表现出侵略性或无视小岛国的主权 太平洋地区将很难应对 瓦卡在担任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后 首次在斐济首都苏瓦的论坛秘书处总部 举行公开新闻发布会 他批评了法国在新卡里多尼亚动乱中的反应 认为增加安全存在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瓦卡还指出 地缘政治竞争可能对小岛国的独立构成威胁 呼吁各大国不要在太平洋地区争斗 此外 他对新卡里多尼亚的危机表示担忧 认为法国增加警察和安全存在 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并建议太平洋岛国论坛 在法国与新卡里多尼亚的忠诚派和独立派之间进行调解 Bloomberg 前媒体大亨黎智英的儿子 呼吁所有外国法官退出香港的法律体系 增加了他们加入撤离的压力 这可能会侵蚀使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 塞巴斯提安尼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 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加入国际行动 向北京施压 要求释放他的父亲 自2019年北京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香港的政治自由逐渐受到侵蚀 许多外国法官已经辞职 黎智英目前因多项与其民主活动相关的罪名服刑 并面临更严重的国家安全法指控 这些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黎的律师团队对他的健康表示深切关注 并尚未决定黎是否会在月底恢复的国家安全审判中出庭自便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地产大亨李佳杰和本地演员刘德华等502人 荣获香港荣誉名单奖项 作为香港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2024年荣誉名单于周一公布 表彰了502位对社会有贡献的个人 李佳杰获得了最高荣誉大紫金勋章 他的公司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土地和空置公寓 并在抗击心计观疫情中贡献了四块土地用于建立隔离设施 刘德华则因其在娱乐行业的卓越贡献和支持慈善事业而获得银子金新章 除此之外 还有众多来自立法会、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士 也获得了不同级别的荣誉奖项 颁奖典礼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 旨在表彰那些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南华早报报道 从7月10号起 北京将为非中国籍的香港和澳门永久居民提供五年期旅行证件 以便他们进入中国内地 持证人可以进行短期访问 如投资、探亲、旅游、商务等 但不得从事工作、学习或新闻采集活动 此举旨旨在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人员交流 并帮助两地更好地融入国家整体发展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这项新政策展示了国家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 并将为国际人才和公司提供便利 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多样性 此举也是北京自2023年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签证便利措施的一部分 包括大湾区、人才出入境、便利政策等 日经亚洲报道 上海的社 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公司谴责了上周刀西事件后 针对日本人的仇恨言论 微信所有者腾讯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微博和网易 都强烈回应了这些评论 抖音在周日的一篇帖子中指出 这些极极端和错误的言论破坏了平台的积极和和平氛围 并煽动了非法行为 上周在苏州发生的一起刀西事件中 一名日本母亲和她的孩子受伤 一名中国公交车乘务员在试图干预时受伤不致身亡 腾讯表示她处理了836个相关内容的实力 国家媒体也谴责了这些仇恨言论 强调这种行为不为主流中国社会所接受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在神经探针领域的大胆新研究突破了人机界限 可能对脑机接口技术产生变革性影响 北京大学和深圳香港脑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使用一种名为Neuroscroll探针的设备 同时分离了1024个紧密间隔个通道的猕猴 单个神经活动 神经探针是接收和测量大脑活动的 针状电传感器 是推进脑科学研究和BCI的关键工具 BCI通过建立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通信路径 实现由思维带来的实际动作 Neuroscroll探针的长度 可以在10毫米到90毫米之间灵活调整 适用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大脑尺寸 并且在反复弯曲变形后仍保持完整和功能 该探针在大鼠大脑中实现了长达两年的稳定神经记录 表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长期记录稳定性 中国科学院的陈和平指出 这一成就为高通量同时监测多个大脑区域的活动 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并探索了神经活动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已将BCI作为未来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 旨在实现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的突破 推动医疗康复、自动驾驶和虚拟现实等领域的探索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河南省的一家医院因拍摄剧组 要求一位悲痛的家属轻声哭泣而引发公众愤怒 事件发生在5月31号的河南省西望民生医院 该家属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当晚去世 家属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拍摄剧组在病房内设置了大量照明设备 距离ICU约15米 于先生回忆 一说他的妹妹在旁边哭泣时 剧组让他轻声哭泣 事后一位自称医院经理的人警告于先生 剧组可能会因拍摄被打扰而起诉医院 于先生后来发现 这位经理实际上是剧组的一名演员 拍摄的是一部关于都市爱情的电视剧 预计将在省级电视台播出 6月3号上午 剧组成员与于先生见面道歉 但于先生坚持要公司公开道歉 医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 求当地卫生委员会承诺督促医院道歉 尽管双方未公开道歉 于先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6月4日与医院和剧组的会面中误会已解决 他解释说剧组并不知道他是ICU患者的家属 在线观察者对此事件表示愤怒 有人评论道 难道没有专门的片场可以租用吗 为什么要在医院拍摄 另一人说 我记下了这部电视剧的名字 我们必须抵制他 希望民生医院是1997年医疗改革时私有化的当地建健康产业集团的一部分 根据独特新闻报道 外部团队在医院拍摄前必须获得明确许可 并确保拍摄活动不干扰医院的正常运作 纽约时报报道 缅甸的通货膨胀飙升货币贬值严重 曼德勒市的三家手机店老板A.Fail Zal决定给员工加薪 这一慷慨的消息迅速在Facebook上传开 员工们欢呼雀跃 然而缅甸的军政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 士兵和警察逮捕了U.Fail Zal 关闭了他的三家店铺并以三栋公众不安的罪名起诉他 这项罪名常被用来镇压异议 U.Fail Zal是最近几周至少十名因加薪而被捕的商人之一 虽然加薪并未被名文禁止 但这些商人被指控通过让人们相信通货膨胀在上升来破坏政权 他们可能面临三年的监禁 在U.Fail Zal的一家店铺外 士兵们张贴了一份通知 称店铺因扰乱社区的和平与秩序而关闭 军政府发言人Zal Minton 拒绝接听纽约时报的多次来电 一名员工在匿名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对加薪非常感激 但现在店铺关门了 我也没有工资了 普通人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高物价面前几乎绝望 2021年的军事政变 和随之而来的民众反抗 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 逆转了在十年半民主领导时期取得的进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 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Luke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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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